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那之前有为各位介绍 紧急用的警示灯就在这边 那这种东西啊 平常我们做一些警示用是还不错 可是呢 如果说要来做工作灯的话 比较不适合 因为虽然有照明功能 但它仅限于简单的我们换轮胎找到东西是OK 那你如果说今天你要做汽车维修的话 这个就可能比较不适合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白光这样的话就是 是还蛮亮的 可是它的所能照射的角度有限 因为它的磁铁在下方 它只能往这个方向照 你如果放这样子也只能这样子 就是说它的光线 比较没有办法依照我们的需求来调整 而且看起来也蛮大一支的 不过它做车辆故障的警示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这磁铁还蛮强的 我们随便吸它都可以吸得住 包括我们的车顶 包括我们的车顶 是很OK的 所以一样东西的好坏 就是说不能用单一的部分来做评断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个经常在修车的人 你就必须要用一个比较专业级的手电筒 那我这边有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手电筒 就是这一支 它前头有一个照明 那这边的话一个泛光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开关在这里 这样照明取物是很方便 那你如果在长时间的维修的话 你必须用这个比较广泛 而且它又亮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 是还蛮亮的 整个一个范围都一个平均 而且比较亮的光线 而且它后面这个磁铁蛮大颗的 你吸在金属上都很容易 不至于说非常容易掉落 那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这种 这种的话实在是不够亮的 它大概只有这样子一个小圈圈而已 范围很小 而且它的续航力也比较不足 再来就是说这个磁铁比较小颗 所以比较小颗你如果吸在这个垂直面的话 就容易这样脱落这样 算是不大理想 比较理想我认为是 这种比较大支的会比较好一点 那除了做这个维修用途之外 它还可以当做一个交通指挥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灯 万一你这个车子故障的时候 你可以当这个指挥棒来指挥交通 那它也有闪烁的功能 那就是说我们想做一些比较专业的维修 但我们又不是太专业的人士 有时候还要做一些应急的使用 我看这一支应该是比较适合我们一般人来用 那今天为各位介绍这一款比较专业的汽车维修LED灯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